歡迎各位來到這個一城櫃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那我們的第三場議程是由王彥浩帶來的 我在FreeBSD實習的 心得以及過程 那我們掌聲歡迎這位講者 好大家好 那我是講者王彥浩 那此議程 此議程為我在FreeBSD台灣實習的心得和過程 那議程內容主要為 就是在FreeBSD開源社群的 經驗 就是心得過程 並不會太深入到很技術的東西 主要就是分享心得過程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中間 舉手提出 那開始進到我們 slide 這是我們slide的大綱 就是一開始會介紹我是誰 然後介紹 講一下什麼是FreeBSD跟 FreeBSD社群 然後進到比較主要的地方就是 實習的 過程還有心得 最後是整個slide的總結 嗯 那 你就知道一下我是誰 就是 我是就讀中生大學之攻系 三年級學生 王一號 然後 今年暑假的生大事 呃 這我去到其實還蠻短的 因為想不到要學什麼 那 此議程的話就是 因為此議程跟實習 比較有 是跟實習有關的 那我就列出一下我在 實習的經驗 那 第一個是在原美影視擔任自動化流程的實習生 這是我在 大二寒假的時候做的 那 他比較特別一點他是在這個影視公司 做實習生 那 在影視公司 影視公司怎麼會找一個 資訊的實習生 那 主要是他們 影視公司有很多一些 呃行政流程 像是他們可能要 重複的key一些文件 或點名什麼的 那他就是 我就是主要過去 想辦法把那些流程自動化 讓那個行政流程不要那麼 浪費 浪費時間 那 第二個是 第二個 相關的經歷是在 大二暑假的時候在 中華電信研究院 擔任這個 自動化測試實習生 這個就比較偏向軟體的 他是 主要是 在研究院有個部門 然後那個部門的其中一個產品是 有前 前端後端的一個 完整的網站 那我就是 主要是對前端 前端寫測試 就是寫E2E test 然後用Python寫 那 寫完那個測試之後他就會 那個部門就是把測試加入他們的CICD流 CICD流程裡面 所以稍微就不太深入的 檢查因為那也不是我們今天這個議程的主要重點 那 後兩者就是比較跟今天議程有關的經歷就是 一個叫 FreeBD台灣英特兒跟FreeBSD Foundation英特兒 那 這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FreeBSD 不過其實 不太一樣 那 可以看到FreeBD台灣英特兒就是跟 今天的議程比較為主的 就是 簡單說這兩個前者是比較 呃 隨心一點就是 算隨心吧 就是 前者是在社群實習 FreeBD台灣是 就是指說 特別在台灣的一個 FreeBD社群 那後者FreeBD 他是 一個真正有在美國註冊的一個 基金會 非營利基金會 那 所以後者比較正式一點 就是你要 先合約 然後 後者 呃 並且也是後者也是有 有薪水的 英特兒 也是我現在正在做的 就是 大餐暑假正在擔任這個 FreeBD Foundation英特兒 那可以看到這兩個 時期經歷 其實前兩者 算是比較 有正式公司那種 我覺得95% 99%的時期 都是這種 有正式公司的時期 那後兩者比較特別 就比較特別一點是在 開源的一個社群裡面的時期 那我在後面的時候也會提到 就是 我自己覺得就是 這種正式公司 跟這種在社群時期 他們的差別 然後 我自己的感受 他們的 我覺得是各自有優缺點 那來介紹一下什麼是 FreeBD跟FreeBD社群 我先介紹一下FreeBD 那 上面那個敘述就是我直接從 FreeBD 文件那邊直接 複製貼上的 這邊寫說 FreeBD是一個使用於現代伺服器桌面與嵌入式平台的 現金座位系統 由於群龐大的社群持續超過 30年 開發由於他先進的網路安全性與儲存方面的特色 使得FreeBD 成為許多大型網站已經最普遍的 嵌入式網路與儲存裝置的 必大選擇 好像 有點擁藏 簡單說 它就是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就像MacOS Windows Linux Linux 一樣 那也都是General Purpose OS 就是 它是可以 比較 General的 比較General Purpose的 完蛋 來講它的中文 它跟Linux 這個開源的作業系統不太一樣 是 他們是不同家族的 那FreeBSD 可以看到 它是Free加上BSD 這兩個單字組成的 BSD就是一個 作業系統的家族 其實Linux 也跟 算跟Linux一樣 我覺得Linux其實就是一個核心 FreeBSD其實是一個比較 完整的作業系統 它是 除了核心 還包括了很多 User Space的Tool 這邊就不太 就是 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作業系統就好了 我們也不太深入講到 它到底 有什麼東西 對 網路上也有很多文章 講的 講的很詳細 那 右邊上面就是這個 FreeBSD的 我們的 Icon 那下面就是 我們FreeBSD的吉祥物 因為這其實是BSD的吉祥物 它叫BSD Daemon 就是惡魔 那 那我FreeBSD就是有 沿用下去吧 就是它 就把它當成我們 FreeBSD的其中一個吉祥物 就是 拿惡魔來當吉祥物 我覺得還蠻 蠻有趣的 而且還蠻可愛的 就 列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對FreeBSD有點了解之後 那可以看一下 什麼是FreeBSD社群 社群其實 就是 FreeBSD社群就是指那些自律於開發 和資源 推廣FreeBSD作業系統的一群人 那 其實 其實定義也蠻簡單的 那我們會 社群會透過不同的方式在網路上進行交流 像是下面就有列出一些 我們社群是怎麼溝通的 像是 Email List UseNet IRC 到現在可能大家比較熟的Discord 或Telegram 那 Email List Email List算是比較正式一點的 溝通啦我覺得 那這些 這些 這些群組你只要上網Google查 FreeBSD Community 然後 我們 就可以直接進到 就有這些 進入這些群組連結 所以你要 加入社群來討論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Google 然後FreeBSD Community 然後 點一個你想要 好像你想加入Discord Group 你就直接點Link進來 那 就可以開始跟我們討論了 對 我剛才 還在 我剛才有看那個Linus 剛才看那個怎麼加入Linus社群 就是一個在 異程然後在System Software那個異程軌 然後我看到他們 他們又討論 Linus好像主要 他們是用Email List的溝通吧 然後 對他們好像討論 我沒有看到他們有沒有 其他Discord IRC的 沒有就是提一下我剛才看到了 異程 那進到我們比較 主要就是 VP Taiwan的實習過程和心得 那我是怎麼找到此實習的 就其實蠻簡單的 就只是 在Facebook滑一滑 然後 就忽然滑到一個貼文 然後這個貼文是 開放文化基金會 的招募文章 那我這邊介紹到什麼是 開放文化基金會 開放文化基金會就是一個 非營利的組織 透過 推廣開放科技和跨界合作 這也是直接從他們的官網那邊 佈置下來的 簡單說他就是 一個 在開源領域的 非營利基金會 然後負責推廣一些 開源的文化 那他有跟 就是一些 社群合作來招募實習生 右邊就是他們的貼文 可以看到不只 其實不只有 FreeBSD 那還有 Ruby TW CS CS 就是CTW 這些 其他的社群 所以就是在 開放文化基金會看到這個貼文 然後 想說 對這個 FreeBSD 有興趣我就寄 Email過去了 啊 對 廣告一下這個 開放文化基金會有 然後 這集的一個異神鬼叫 開源新手村是明天的時候有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 看一下 對 那在 這邊描述一下什麼 我們FreeBSD招募的實習生的描述 右邊就是他的那個 描述 最上面有 像是實習目標 建議的基礎 知識 技能 還有加分條件 那實習目標就是 對於作業系統有 更深刻的了解 像是加強一些 底層知識 然後 了解作業系統開發相關技術等 那建議的基礎知識技能的話 這邊有寫說 像是使用unit-like system 對command-line interface不會陌生 然後 對英文溝通不會 感到害怕那些的 其實 這算 我覺得門檻 算蠻低的 就是 也是建議而已 就是我覺得這就是 社群的其中一個初衷就是 我們不 你不需要 就是你以為 FreeBSD招募生 就是你要非常了解作業系統 才能 才能申請或什麼的 其實就 就很簡單 那 只要你有對社群的熱情 那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 都可以參與 那下面還有一些其他的 描述像是加分條件還有一些 補充 像是實習狀況良好可以申請獎助學金 然後 最下面是有這個 實習成果良好可以申請短期或長期給薪實習 那我現在擔任的這個 FreeBSDFoundation 就是 他指的這個 短期給薪實習 好 然後 下一個就是我們實習的過程 所以 所以一開始就看到那個招募文章嘛 然後我就寄email過去 然後 就稍微會有個小小的 算面試嗎 然後 就進去了 那我 其實剛才講那個 門檻 我就是剛剛好滿足 我一開始就是對於 系統軟體的知識經驗非常不足 簡單說就是 很菜 然後 再跟Ment 有 在那個 那個FreeBSD intern會有一個 Ment 帶你 那 跟Ment Ment討論過後 其實Ment 現在也在嘗 他是我們其中一個聽眾 那 這跟Pent討論過後 我們就決定 先從 自己玩 玩看FreeBSD跟翻譯文件做起 那自己玩看FreeBSD就是 自己用虛擬機 下載FreeBSD 然後 點進去 可能 點來點去 或者 進去看每個 路徑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 那還有翻譯文件 開始做起 就是 把英文翻成中文 那 在學習過程中 Ment也會提供相關的學習資源 幫助你學習 那有問 就是在 社群時期就是 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有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問Community 那 大家都 蠻 蠻樂意回答的 那 每次Meet的時候 實際過程每次 每次都有Meet 那可能 我是兩個禮拜一次 那 都 其實每個人 每個實習都不太一樣 就看你跟Ment的討論 那 Ment會了解你的進度跟討論 未來的方向 在討論規則中 Ment也會非常注重你的興趣跟想要的方向 就是我覺得跟公司 剛才講的正式公司的時期 不太一樣就是 在這種社群時期我們是非常 討論規則中 你想要做什麼 主要來說你對網路有興趣或 IPv4 IPv6 或者你對 風 就是各式各樣的一些 不同的系統層面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會往那邊做 對 所以一開始的話就是 當然 我很採碼 所以就自己 從 就是從翻譯文件跟 網上看 FreeBCD開始做起 然後 中期的話就是 因為有翻譯文件 然後自己有 自學過前端的經驗 所以我們就 跟Ment討論後 決定下一個 下座的事情就是 改善文件的流程 那下面就是 左邊就是 原本 FreeBCD 文件怎麼 怎麼做 怎麼做 翻譯 翻譯或修改的流程 右邊會改善後的流程 就是這個 比較詳細講到 在一個社群裡面 我們文件 FreeBCD社群文件是怎麼修改的 那原本 我們文件是有個叫做 FreeBCDock的這個 report 那 它是 它就是那個文件的sauce call 那假如 我們原本 修改文件的流程是 你要先 用Git把 那個FreeBCDock的report clone下來 然後 你要修改那個文件的 原始 原始碼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看到 文件都是 HTL 那它其實不是原本就是 HTL 它原本是 一個 可能用一種 那個 類似Markdown 那種標記 標記型語言 類似的來寫它 所以我們是用 ASCKEYDock 它就是很像 Markdown 把它 那種 寫文件的語言 所以它一開始是 它是 ASCKEYDock寫成的 那 所以你要去改文件 你要 去 改它的 你不是改HDL 你要改它的sauce call ASCKEYDock 這個 標記型語言 file 那你改完之後 你可以 在那個 FIPDock下面會有個 MAC file 你還要 MAC它 那 ASCKEYDock就會變成 HDL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看一下 HDL檔案 檢查看看你改完文件 長出 的 HDL 長出來的那個 output HDL file的樣子 那 我們 FIPDock有 HUGOL這個 靜態網站產生器 那時候就是可以用HUGOL來看 HDL檔案 然後 所以你檢查完嘛 你就是改完sauce call 然後你檢查完它的 output 那 之後就是提交你的 準備要準備patch 其實這邊第五步還有在講說 你還要用git.dif 來檢查修改的檔案 就是 git.dif就是檢查你 修改前檔案跟修改後檔案的差別 所以就檢查一下 那個ascii.dif的 dif檔 然後之後使用git.dif來產生patch 然後 繳交patch到 產生那個patch之後就把它繳交到我們這個3bc.boxzilla 它是一個 提交patch的一個網站 所以整個 修改文件流程其實蠻長的蠻繁鎖的 那 而且你還要可能對 對這個 Git有點熟悉就是 要Git有些 了解 對 那所以我們改善流程就是我們看到那種wiki 像是維基百科就是你要修改文件 就是直接在網站上面點選 點選那個 編輯文件就直接上面改就好了 所以 我們 就是 呃 此期過程做的東西就是 我就是 做了一個網站 那它是可以 直接在 網站上面直接 修改 那個 ascii doc檔案然後 右邊會即時產生出 它的html檔案 那你所以你就左邊改完 那右邊的 你右邊可以檢查它的output 那你改完之後你就 再點下載patch 就是有個按鈕下按下去 它就會 下載patch然後把patch丟到 3pcboxzilla 就是這個角角patch的 一個網站 所以這是這個 呃我在實習做了其中一個 editor就是 左邊你看左邊就是那個 ascii doc就是那個文件 原本 文件的sauce call 那右邊就是它html的output 然後還有個generatepatch的button 所以你就是在左邊改完 那個document content 那右邊就會 產生出html 然後你在 在提交的時候就是點選 generatepatch 然後就把它 下下來下來 然後丟到 bugzilla 對 然後 後期的話 就是 呃 因為前面前面做的事情算是 比較偏上 呃文件那邊就是沒有很進到 sauce call裡面 那 因為 對sauce call 蠻有興趣的 那也跟mentor討論過後 所以決定之後開始嘗試 寫一些 3BSD的 userspace tool test 那什麼是 userspace userspace tool 就像是 ls 然後 pwd 那些其實都是 userspace的 tool 那那些也可以有測試 就是像 ls 你也有 測試 那 要怎麼寫 測試來證明這個 ls是正常的或 pwd跑起來是正常的 就是這邊要做的事 我這邊沒有很詳細的 進到那個 要怎麼寫test這邊 因為這邊主要是講 啊 過程跟心得 然後 後期的話就是 到現在 今天暑假 擔任這個 3BTC Foundation Intern 這個就是我們 剛才 在3BTC有 描述講說 有這個 短期給心理時期 那這個就是 比較正式的時期 你要 在 當那個3BTC Foundation Intern 你要寫一份文件 講說你暑假要做什麼 然後 每個 每個土度大概花多少 時間要做 就是比較正式一點的 那下面就是我列出來一些 我在擔任3BTC Foundation 有 預計要做的事情 像是 Main Page Editor 就是剛才看到的是 文件的 Editor 那 呃 還有 還有Main Page 就是 C10Solver 那個 像Linux 或3BTC 都會有Main Page 那就是用來 修改Main Page的Editor 然後還有 像是 還有Witing Test 就是剛才上面講的 就是寫測試 就是這個暑假預計要做的事 然後還有 預計要 呃 還有Survey一些 就是做一個專家系統 關於 3BTC的專家系統 那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他 實習生做的事情 就是 呃 我剛才講都是我做的事 那其實我們還有其他實習生 那你可以看到 這些事情就比較 我覺得比較專業一點 他們其實 我覺得他們都比較強一點 就是 他們 像是有人做 或3BTC中端機的速度法支援 然後 有人做一些 無線網路架構 裝置區中程式的開發 然後 還有 完成那個 LLDB Kernel Debug的 Info 就是 完成那個 Debug 產生出來的Info 要包含有Kernel Module的Info 那 所以其他實習生做的是比較 偏向系統核心的 實習內容 所以 我可能會覺得 這是在3BTC時期 可能你要 做事情 就是你要加入這個時期 你要 很了解作業系統 然後你做的事情都是 非常 核心的東西 那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事 就是像我做的東西 就是改善文靈流程 他其實 對我比較沒有偏向 就是你沒有 沒有 沒有關於sauce code的東西 那 我在 從中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 很多 在從中也可以學到很多作業系統的 領域的知識 那實習心得 就是 心得 就學到很多系統軟體的知識 那就很明顯就是你在這邊實習就學到很多系統軟體的知識 然後 都是 很實作的東西 就是你做 在這個 社群軟體的東西 就是 不像學校就是你在 上課的時候 你可能看課本 然後可能就讀課本 然後考試那些的 那這邊實習就是 就是 你看你學到的知識你會 馬上 就是邊做邊學 我覺得 然後世紀很有彈性 像是 在這個攝影時期的時候你 可能 中間可能會遇到期中考週或期末考週 那 你都可以跟mend 就是可以跟mend討論說 可能這個禮拜要放 一兩天假 就是 就是 這禮拜比較meet 因為有期中考週 期末考週 這也是跟公司時期不太有關 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公司時期就是 你 呃 比較 就是你每天 每天都要做 那你到期中考或期中部考做的話 也還是要 就是繼續做那個時期的東西 比較硬 比較硬一點 比較沒有彈性 那在社群時期 做的東西也是自己想做的 mend 你在跟mend 因為你做的東西都是你跟mend討論的 那 假如你想做什麼東西 跟mend討論 那所以你做 都是你的 你做的東西都是你的 你興趣 這也是跟公司時期不太一樣的 但是 公司時期做的東西 就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就是 有主管交代給你 你要做什麼東西 那成就感比較大就是 在社群時期 因為你做的東西真的被看到或用到 像我做的那個 你做的那個 online editor 就是你做出來 然後他會 真的deploy到 我們freebt.org上面 所以別人會真的用到 那 假如像其他實習生做的那些 無線驅動 東西 驅動網路或者 輸入法支援 那些東西也是 其實會真的在 SRC 就是會看到 你在SRC看到你 你寫的程式嘛 就在 那個report裡面 然後別人在 用 中東法輸入法支援 那他 他可能在打自己的時候 那東西都是你做 就是 跟公司時期不一樣 像我在中華電信研究院 寫測試 那些東西就是 他在內部系統 寫測試嘛 那那些東西就是 比較 呃 只會在產品 就是開發的時候用到 不一定會 被大家看到 對 不過 公司時期就是 比較正式一點 因為他們是 給錢嘛 就是給錢 然後 你就是 領錢做事情 所以是 就跟社群時期不太 不太一樣 那最後是 總結的部份 那 在 3D台灣時期 這個比較 正式一點 就是在 3D台灣時期這段時間 我經濟了許多挑戰和成長機會 透過實際參與專案 學到了 使用的技術 及知識 這是 實際經驗對於我未來規劃有重大的影響 主要就是 呃 呃 一開始 我 其實對AI或者 呃 就是很多 因為在 雖然我是資工系 可是資工系有很多領域 呃 我讀到大戰的時候還不確定自己其實要 做什麼 那 我是在 擔任 這個實習生 然後發現 擔任這次實習 然後發現自己真的對 呃 作為系統 跟系統管理這個領域是真的有興趣 所以可能 就是對我未來規劃就是可能讀書班的時候 也是走這個領域的 那 也推薦給其他有志於 投願開 開源領域的學生 就是 歡迎來投 這家 FreeBSD的實習 也不一定是FreeBSD啦 我們剛才提到有其他社群像Ruby 還有 呃 資安的那個社群 都可以投看 那 也 要參與開源領域也不一定要投實習啊 你可能也可以直接 就是直接點我們那個 直接點那個Discord連結進來 那開始跟我們討論 其實就算 就算 加入社群了 我覺得 對大概就這樣 他是reference 就這三個 就 OK謝謝大家 好 那謝謝這個講 那謝謝這位講者分享 那我們就進入 那個Q&A的時間 我想要問問就是 各位 各位對他今天介紹的內容有什麼問題嗎 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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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覺得碰到最大的 等一下 應該有吧 你可以問一下就是你 覺得目前 到現在為止 碰到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嗎 就是 可能時間管理上或者是 做事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困難之類的 最困難的事情啊 其實我覺得每個都蠻難的 就是 一開始 從很菜然後 就連學習修改文件 這個 東西也 蠻難的 從修改文件到 不要的那個 就是每件事情都 有一點難度 對 要說最難的話 好像 都差不多 難吧 因為我一開始就很菜 其實 對我來 對我來 之前是有接觸過 FreeBSD嗎 還是也是 從零開始 就從零開始就是 加入這個 FreeBSD台灣 三井那個 FreeBSD台灣 Intern的時候 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FreeBSD 所以一開始就是 學校的那個 系統軟體 課上 辦學習 然後 就想說來 投入看 那個 Intern 那 還有其他問題嗎 是